Hello 我是可能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 对没有错 我终于拍了 就是被你们吹影片吹到爆的 华为 Watchtree 这个 Watchtree 一共有三大身份 华为第一个用鸿蒙OS的智能手表 华为第一个有eSIM的智能手表 华为目前为止最Premium 最Altest的智能手表 打开盒子 登登 还是圆形表盘啊 华为一直坚持哦 他们不要做四方形的原因就是 他们认为 Watch is Watch 智能手表也是表 如果是表的话就应该像传统的 classic款的手表致敬 先做好手表再迈向智能 这个就是 Watchtree 的理念啦 ok 戴上去 女生不是都戴右手的吗 哈 我是左... 咦 我想讲我左撇子 我右撇子的哦 我右手要戴项链啊 哦 我右手要戴手链啊 我左手还戴脚链咧 我这个呢就是46mm的女生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搭啦 我觉得戴在我手上显脸小 男生的话是绝对没有问题啦 Kaiji Harmoni OS YES 我拿到的这一款呢就是基本款 它是silicon的表袋 第一个拿上手的感觉就是 哎 我以为会很重 他屁不干 表盘式的6mm是比较大的 而且侧面哦 你看一搞东西也是 看起来好像很厚重 但是它真的没有想象中重模 我descrow了它的重量咧 大概就跟女生的一个 九色眼影盘差不多是酸情的 我不知道拿身get到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眼影盘 屏幕呢是一块曲面的3D玻璃 从旁边看那个curve的曲面过度很明显 也因为有了这个curve 摸起来和看起来都会比较高级感一点 那后背呢就是ceramic陶瓷被盖 陶瓷的好处呢就在于耐磨 干净容易清理 然后这个4个长方形呢就是无线重叠的地方 表身采用的就是不锈钢材质 说来到的特点就是Warshtree哦 最多人喜欢的就是这个 可以转转转的表官 它前几代是可以按罢了啊 现在除了可以按可以转 而且在转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齿轮的机械感 每转一下哦都有那种叹叹叹的反馈 很爽一下的 开架了之后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Warshtree的UI 跟之前前几代的是完全不同了耶 可能是配合了这个HarmonyOS的加入 它整个界面就换新的pattern了 老实讲啦 我觉得它跟Apple WatchOS有一点点像 啊不是是很像 比如说你转这个表官 你可以control里面的apps 你上下转就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或者我用手指zoom 或者是往左往右各种移动 都是Apple Watch的操作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整个看上去还是很整齐 然后你上面滑下来就是控制中心 闹钟啊 Do not disturb啊这种 诶这个logo 特别哦 是一个水滴形状 这样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啦 但是在华为手表上面就是新的 它是排水功能 就在下雨 游泳 手表碰过水之后 你按一下 它就自动哦 然后把里面的水排出来 还有声音听 从下往上滑就是notification 左边滑就是天气 右边滑就是进入运动模式啊 喝水量啊 行走步数啊等等 这样你可以自己set啦 再滑呢就是test心跳啊 血氧 还有表面温度也可以 啊这个必须要讲一下哦 我去的touchscreen哦 游泳度真的好很多 比起前几代都好 它没有之前这样卡针整个哦 就很滑 很敏感 这点值得称赞哦 至于手表封面也是多了很多选择 比如说这个 4 in 1的 就是可以同时把四大功能放在封面 你想要用什么你直接就点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除了这个之外哦 也有很多 比如说 运动感的 未来感的 Classic的 很多很多很多一些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个月球 除了可以知道今天的月像哦 你点一下 你还可以看月球的表面耶 然后你总又动来动去 你可以观察月球的坑洞 你点一下地球 就可以知道月球跟地球相差距离 不是很远啦 36000 Campbell嘛 接下来就来看看里面的apps 那第一个就是华为app gallery 你可以search你想要download的apps 比如说我打music 比如说我打messenger 他也会建议一些实用的apps 比如说翻译apps啊 买菜的apps啊 GPS 运动 音乐apps等等 但是目前第三方apps 真的还是很少一下哦 希望未来可以慢慢进入更多啦 然后另外一个appset就是温度 它是可以测量皮肤温度 啊 不是身体温度啊 它只是皮肤温度啊 这个出来result哦 并不能作为医用标准 那接下来这个呢是指南针 然后这个是notepad 在有紧急试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用手表录音记录下来 所以你签我53几只要还哦 比如说我跟朋友去吃饭啊 我先给钱 然后我就可以记录下来 比如阿Ben签我14块9 Jenny签我5块8 还有谁Can签我19块9 这我都全部可以记录下来 像是催他们还钱 那我钱最多了 ok 基本appset我们就已经介绍完毕啦 接下来就轮到了健康类的app 心率 血氧 还有睡眠政策 健康管理个人觉得Holio Wash做的好的一点就是 它可以真正的做到全天候监控 全天候监测的目的就是可以持续性的分析身体的健康数据 然后记录下来 ok 我们打个比如啦 我之前用Apple Wash了 是一天一充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 一天一充的话 我晚上零睡前 我应不应该拿下来充电呢 充电的话 这样我睡眠政策水来震喔 这样不充的话 我第二天哪里够电喔 这种情况就好像我面前有两杯毒药 同时要给我喝 SPO2血氧饱和度 就是血液中血氧的浓度 是反应呼吸和循环的一个重要生理参数 成年人正常的SPO2值 就是在95%到100% 但一旦SPO2小过95%的时候 说明你血液供养不足 就很容易累 记忆力下降 然后长期的血氧不足喔 还会对大脑还有心脏等等器官造成伤害 讲这种我真是觉得我应该突然很阿达 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测一下给你看我的血氧程度是多少 那OK来了 我的血氧程度是98 还是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的各位 还有Wall Street是可以全程监测睡眠质量 再配合华为的AI技术 就可以识别你睡觉的时候的一些问题 然后再给你一些改善的建议 然后你在打开华为Help App 里面就可以记录你前一晚的睡觉质量 打个比如说 你前一晚好像睡了很久喔 但是质量瘦瘦 所以你明天如果要开长途车的话 你们就要注意一下咯 比如啦 然后还有压力测试Apps 程式人有工作的没工作的 打工的当老板的 全部都stress 你可以定时量一下 像我最近喔 我真的很stress 你们看完影片都不要点赞 不要留言 不要分享 我让你可能不stress 我要测一下 其余还有contact calendar 天气 闹钟 等等这些Apps OK到了运动 Wall Street的运动模式 一共有100多种 除了跑步游泳 骑脚踏车这种普通的 发山滑雪 打过弗拉圈 攀岩这种古灵精怪的 全部都有 你想到的运动应该都有啦 OK来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Wall Street最大的卖点 支持eSIM 虽然不是市面上第一款有eSIM的 但是它的确是华为目前第一款 有eSIM的智能手表 eSIM目前在各大跳扣都可以开到 你们自己去开通吧 OK为了测试这个功能 我故意去签了一个eSIM的配套 然后 背了一个bag 戴上口罩 拿掉手机 然后出门去打包晚餐 Let's go OK今天我们的晚餐就是Fishbow OK刚刚我已经order了 然后我们Covid时间就不要下去等啦 我们就在车里面等 现在给大家看看LTE的状态 看到吗有一个4G的 就是我没有连WiFi 然后我也是没有带手机出来 OK我现在签的这个eSIM配套 是DG 照理来讲就是说 就算我的手机不在身边 或是根本没有带出来也好 我的手表还是可以接电话 可以打电话 就照常运作啦 所以我现在就私下去call 我的husband看了 今晚要吃什么 我帮他打包买 最大声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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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吃什么 干嘛呢 啊 清楚了 什么都可以 打包Fishbow了吗 Fishbow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加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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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OK啦 拜拜 OK OK大家觉得质量怎样 其实声音上面我是觉得蛮清楚的 我开到最大声了 声音上面也是OK OK现在我们call的这个人 叫做Hillary 但是我用别的号码call他才应该不懂我是谁 我手啊放远一点 就给大家feel到就是 我们不用故意这样子 他盖电话哦 过分哦 妈妈家有没有想号码不要接 哈啰 哈啰 欸你的空码在家 你在做什么 你是谁 快点快点我发了空 这样啊这样不用紧啊 我等你的空再打来咯 那你什么事情啊 哦没有啦我看一下你是不是在家罢了 你认出来了啊 欸你认出来了啊 其实我在讲我要prank你的 我就讲我要拍 嗯我咧你不记得我是随妹我啊 那个猜猜 是我是我诈骗 他的名字好不好 OK没事了拜拜 OK事实证明我没有诈骗人的天分 OK其实我刚才手这样子哦 真的很清楚 他也没有一直讲喂喂 我听不到我听不到 证明声音话是清楚的 OK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如果刚刚测试完打电话的功能之后 正准备要test send message 这个功能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大的 bug 就是我的手机离开了我吗 现在蓝牙断了吗 就算我用了eSIM 我也只能够打电话跟接电话 我是没有办法 send message 的 就是说WhatsApp Vchat Messenger 这些东西的message 我都收不到也send不到的 唯有手机在身边咯 才可以用完全部WhatsApp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eSIM就是被封印住了 等待被解放 那解放他的这股神秘力量咧就是 AppGallery 我刚才这个讲法是不是很周二 后面我就去了解过 主要的原因咯就是 WhatsAppGallery它的应用不够 基本上是有适配手表的那种通讯 app 都还没有整合进来 所以他就不能独立运作 也不能独立下载 哈喽 啊,ok 168 啊,你等下你等下 你等下啊 你帮我寄一下 寄东西一下 能吗? 你帮我寄 number一下啊 okok,你这样 啊 168 五大五小 要辣不要辣,不要辣啊 ok,可以啦 等我们回来,拜拜 我以为你买万只 不是,他讲要168炸机 我是提到炸机开门咧 哦,sorry啊 我搞大的 我搞小的 我听到五大五小 我以为你买万只 后面我听到炸机 我就知道不是啊 另外嘞,WhatsAppGallery有一个自动侦测跌倒功能 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老人 家有小孩子哦 他们跌倒的时候 WhatsAppGallery是可以侦测到跌倒的这个动作 然后他就会启动SOS 然后再call,紧急联系人 如果像我这种貌美如花的单身女孩子出门的话 feel到我有人跟着 或是意图不轨的话 你就可以连续按五下 12345 看到吗? 他就可以紧急去帮你报警 很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家 回到家了 现在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电池的部分 OK,我们先讲别人的 Apple Watch一天一充 Samsung Watch一天一充 而Watch 3就是两个礼拜一充跟之前都一样 一样将持久 那如果配上异性的话 也可以顶三到四天的 华为手表电池真的是出了名夸张 那至于鸿门OS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一句啦 一天华为鸿门全系列还没有出完来 一天我们都体验不到到底鸿门OS有什么特工的地方 那使用体验上面 对于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 鸿门 or no鸿门 真的feel不到什么不同的 基本上呢 Watch 3的绝大部分功能已经给我详细讲解完了啦 我可以总结一句就是哦 Watch 3这一代绝对是华为目前最旗舰机 最Premium的智能手表啦 那它的价钱呢 1699块也是华为前几代智能手表里面最贵的 但是这个因为它有了这个异性功能 然后它的材质用的也是Ceramic陶瓷啦 还有它的续航真的是无人能比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斟酌一下啦 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 然后分享出去 然后多多看多多多多次我下期再见 拜拜